即时新闻传递 投资 看点分析 大家好 欢迎收看视野环球财经 今天咱们的主题是 全球股市共振暴跌 雪红一片 到底发生什么了 三个原因 现在是要恐惧 还是应该贪婪呢 首先来看一下时间 那么今天是2020年美国东部时间 6月11号晚上的7点钟 今天是周四 在刚刚结束的周四盘中交易中 看一下指数的运行状况 三大指数这边都是跌幅不小 标普500下跌5.89% 纳斯达克综合下跌5.27% 到琼斯下跌了6.9% 跌幅最大在三大指数里边 那么其实今天我们看到 不光是美国股市在暴跌 倒只是跌了1800多点 那么其实在全球的市场 我们能看到都是一片血红 无论是欧洲 亚洲 还是美洲的股市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欧洲的股市 那么瑞典指数跌的最多 跌了4.92 其他的指数全部都是红盘 都是下跌的状态 那么你看澳洲这边也是 新西兰的指数也是在下跌 跌了4点多 亚洲指数在更早的时间截止的 亚洲指数恒生这边跌了2.27% 也是跌幅不少 包括日经225 其实这边也跌了不少 美洲这边不用说了 美洲整体的指数 像美国的三大指数领跌 加拿大墨西哥和巴西 这边都是一个下跌的状态 所以今天基本上是全球的股市 都是出现了一个大屠杀的状态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市场发生了什么 咱们在之前的节目里边 曾经多次的讲过 关于目前股市的 基本面的一些状况 其实很多的原因 大家心里边都非常的清楚 当你如果把现在的股市 当成赌场去做的时候 那么赌场它终究会有什么 有输有赢 如果你是以赌博的心态在做的话 其实你就要认可这个事实 特别是在最近的一个星期 还在高位去追的 对吧 那个可能要愿赌服输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过 它在如果你早期进场的话 那么现在的这一波反弹 急速的这种反弹 微型反转 你吃到利润了 那么恭喜你 如果你看到这种情况 还在高位去追 那么你可能就会被套 现在有点难受 为什么 因为一天的跌幅 就基本上把一周的涨幅 全部吃掉了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在金融投资里边 上涨的速度 远远没有下跌的速度快 如果你理解了这个道理 如果你理解了这个东西 你就会慎重的去追涨 好 我们话说回来 还是来看一看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 市场的整体下跌 那么这种下跌过后 市场会怎么样发展 我们是不是应该恐惧 还是应该贪婪 这个在最后一块 第二个话题刚才说到的 就是关于 现在出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会暴跌 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大家可能都比较清楚 就是对于二次疫情爆发的恐惧 那么根据目前的公开的新闻 都能看到 那么在经济开放一个月之后 那么佛多里拉这边 本周报告新增了8553例确诊 是疫情以来的最高的单周的新增数据 那么同样在德克萨斯这边 周二的住院人数月升至6.3% 到了2056人 也是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准 并且是连续第三天增加 同样在加州住院人数为5月13号以来的最高 并且在过去10天中有9天都是上升 那么这三个州的情况已经表明 至少在这三个州出现了二次爆发的这种苗头了 已经是出现了 其他的州不清楚 其他的州不清楚 但是随着后面数据越来越多的出来之后 我们应该能看到这样的情况 那么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资深的学者 Eric他也说 他说目前在美国的部分地区 已经掀起了一股新的浪潮 疫情的浪潮 目前为止很小 但是他已经来了 不过我们看到 根据目前媒体的整个分析 说现在这一次的疫情病例的增加 与经济活动的增加有没有关系 还说不清楚 现在也不能够确认 过去两周的大规模的抗疫活动 是不是导致更多感染的一个原因 其实咱们说如果你知道原因还好 如果你能确定二次爆发已经来了 大家可以去做好准备 大家也可以知道他从哪来的要到哪去 其实我们说咱们平常最恐惧的是什么 你想想你最恐惧是什么 一个黑屋子 在你没有进去之前关着灯 那一刻是最恐怖的 当你开灯的时候 你去了一个陌生的屋子 一个陌生的仓库 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你最恐惧 为什么 因为你未知 你不清楚 这种未知是给你最大的一个心理冲击 其实当你打开灯的一刹 看清了屋里的状况 你可能就没那么恐惧了 所以未知永远是最恐惧的 现在我们对于整体二次疫情爆发的情况 它就是未知 能通过数据上能看到的东西在哪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几天一直带给大家 其实会不时的给大家看一下CDC的数据 确诊人数的数据 这个是昨天的新的数据 20486 其实最近的数据 这个柱状曲线 没有怎么下降的 我一直在跟大家说 没有怎么下降 昨天又有834例新增的死亡病例 我们看一下这个曲线 来看一下 这个柱状图 就是目前每天的 新增的确诊病例的状况 大家有看到很明显的下降吗 和之前的高峰时候相比 有很明显的下降吗 大家看这一块 是比较高峰的值 对不对 但是你看这一块 下降的非常明显吗 平均可能算起来有一点点下降 但是同样还出现了这些高点的 单日2万多接近3万的确诊人数 所以整体上我个人的从数据上 图表上我看到的数据是没有 这个明显的说疫情有减退的征兆 如果现在更多的州开始出现了增长 那么大家当然恐慌了 大家当然害怕了 所以这是第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因 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开始恐慌 开始有一定的杂盘出现 因为媒体都在铺天盖地的报道 疫情二次爆发的状况 这给大家心理上造成了比较大的一个压力 事先没人报道 对吧 我天天是在说 但是我的影响力有限 你像美国媒体说了 全球的主流的媒体说了 那么大家就相信了 对不对 OK 其实这些数据 平常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查的 都可以去跟踪 你压根就不需要去看媒体怎么说 你自己去跟踪数据 完全就能看得见 好吗 好 这个是第一个原因 但是这个只是一个心理上的因素 第二个 这是一个基本面的因素 全球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前景 是非常黯淡的 我相信这个也不用我多说 大家通过新闻媒体都能看得见 主要的经济体 目前的经济增长的预期 全部是衰退 有很多的经济体还保持着正向的指标 就是说在经济的GDP的增长上 可能今年还会有正数 但很多国家已经调为了负数 已经调为了负数是负增长 就是衰退 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而这个也不是说今天才看到的 这个事实是 是早就已经出来的 在疫情爆发的时候 在封锁的时候 它就已经是一件事实了 只不过大家 在股市高涨的时候 没有人去看它 或者我愿意去相信这个基本面 认为今年美联储的对市场的干预 它会什么 它会让市场变成一个大赌场 我们只需要跟着美联储去做就好了 其实 万变不离其宗 最后一切的一切 我们说股票市场 不可能永久靠美联储去拖着 美联储它只能说帮你减缓它的 这种衰退的速度 尽量让它不要崩溃 但是你要说靠美联储把股市买起来 无限制的上涨 永久脱离基本面的上涨 我不知道这个钱最后谁会去买单 反正我是肯定不去买单的 不去在最高的高位去冲过去买单了 去追高的 肯定不做这种事情 因为这就是一个很基本的常识 但是很多人不愿意相信 所以当这个情况有更多的媒体 通过二次疫情的爆发说出来的时候 有更多的人 把更多国家的经济前景的数据 拿出来给大家看的时候 两个因素夹杂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基本面 基本面心理面上的一种 这个推动作用 这个其实它都是心理上的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我跟大家说最重要一点 是从技术面上的一些东西 就是真正的大量的获利盘 大量的获利盘 特别是这一次很多不怕的散户 他在不断的任何一个高位 都敢追加筹码 都敢去全仓缩哈 都敢去不断的杠杆往上加 你可以问问你旁边的人 你可以看看你旁边的人 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开户数量 开户开这个证券账户的 都要等待等很久的 为什么 因为开户的人太多了 因为很多人都说了 拿到这个补助之后 或者闲在家里没事干 对吧 再加上干嘛 再加上疫情封锁期间 全球主要的体育赛事 全部都停了 没有体育赛事了 那些喜欢赌球的 喜欢赌体育赛事的 喜欢赌别的 就是网赌的赌博的 他们都没事干的 没事干干嘛 来赌股市呀 股市可以赌 对不对 这是一个现在还开着的一个地方 所以当时有很多的资金都冲到这里边了 那么这些筹码 现在不又有句玩笑话吗 说散户战胜了华尔街 对不对 因为是散户干嘛 散户胆子大 华尔街谨慎 谨慎的错过了这波上涨的机会 很多人就说 那巴菲特这一次是割肉割到了地板上 巴菲特已经老了 其实姜还是老的辣 巴菲特不挣风险极高的钱 或者说他看不懂的他就可以不挣 因为他有足够的时间去做长线 虽然年纪比较大了 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做长线的思维 慢慢的等待市场自己修正 所以在有大量获利盘的情况下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 筹码非常的松散 而且散户的居多 市场一旦出现了风吹草动 特别是我们看到今天整体美股的下跌 其实是受到了什么 亚洲股市 欧洲股市跳水的影响 加上跳水之后 在美国的股市还没有开盘之前 在期指上已经有所表现了 这跟着亚洲股市欧洲股市下跌 所以晚上只不过是放大了这个影响而已 筹码太松散 扎上太多人获利了 所以大家会不计成本的去卖 我们能看到今天的标普 也是放量的下跌 对不对 我们看纳指 纳斯达克综合这边 它的放量稍微小一点 但是也是一样 都是一个量灯不小的一个状态 整体 你看这个道琼斯这边很明显 非常明显 三大指数里边 道指这边是放量最厉害的 最厉害的放量下跌 所以获利筹码 大幅的 大幅的在这种风吹草动 在这个有一点不安情绪的影响下 开始卖 散户 通常都是这样追涨杀跌的比较多 所以对于市场整体的抛压影响也是比较的大 情绪的表达还是一个情绪的表达 好吧 所以呢 那么今天这三个原因 共同的导致了市场出现了修正 为什么我用的是修正这个词 可能很多人说是不是美股又要崩溃了 美股又是不是又要去二次探底了 是不是又要继续的熔断了 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疑问 那么我呢 我跟大家今天讲的 你看标题的最后的一个话题是 现在是应该恐惧还是应该贪婪 好 我先首先说一下我的观点 我以标普来举例子 以标普来举例 我认为目前的像连续三天的下跌 这就是一个修正 这是一个修正 在修正什么 修正过快的上涨带来的影响 过快的上涨 获利盘巨多带来的影响 那么这个修正它是有幅度的 之所以我没有用二次崩溃 或者说再次大幅熔断 和这种恐慌 我用的是修正 那么我对于这个修正 我看到的更多的是机会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看到的是机会 因为我在 我说了 当三大指数形成了微型反转之后 你看我之前的节目也谈过 当形成了微型反转之后 我们的思维要变成什么 要变成回调到合理的区间范围去积极做多 这个是一个合理的思维 就是说我们应该把这个思想换一换 当市场可能都在恐惧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要想一想 某一些股票某一些板块 它的基本面在良好的情况下 是不是被错杀的 它是不是会到某一个价格区间 会有止跌和买入的潜在的一个潜力 所以这个位置 我对于这个下跌 我现在看到的是修正 是机会 但是不是说今天就是机会 今天不是说今天就一定是机会 我指的是 整体的指数层面的修正 到一个区间之后就是机会 那么会修正到什么时候 我认为是机会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还是标普 标普这边 我认为机会在什么地方呢 标普这边的机会 应该是在2700到2900这个范围 说的很清楚了吧 标普的500的指数 应该是在2700到2900这个范围 为什么 这个是从结构的一个上面来做的一个判断 形成了卫星反转之后 它的这个回踩其实深度的极限位置 应该可以去到2600点 2600点2580点的位置 但是我可能不会看的那么的深 我会认为它会在2700到2900点之间 会形成一个长时间的一个震荡 比方说在我们以日线图上来看 2700到2900点 标普这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在这个区间 这个区间 这个区间 它是在之前震荡过一个月的一个区间 筹码在这里边交易了一个月的一个区间 我认为合理的修正值 修正到这个区间 我就会进去做一个多单的布局了 会去做多单的布局了 很多人说那现在要不要去追空 要不要现在去买空 不合理的 不合理的 追涨杀跌什么意思 涨 还在涨 还在追 还在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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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追涨 这已经开始下跌了 掉头了 跌了这么多了 你再去在这个底部再去卖空跌 对吧 再去杀跌 这就追涨杀跌了 你通常在短线 如果你做的是短线的话 很容易被套 而且失误率非常的高 正确的 如果你是短线思维的话 不是追涨杀跌 在这种大幅下跌之后 这种情况 如果没有破位前方的这个低点 已经明显的在缺口位置形成支撑的情况下 它是有反弹的 它是有小反弹的 有小反弹的 然后才是跌 它不是说这个地方马上就会跌 所以反而是什么 反而在这种 这里交加一个小小的技巧 当如果你持有的目前的多单多头的这个头寸 已经有获利状态 即便在昨天下跌的过程中 已经是回吐了部分利润的情况下 你也不需要那么着急马上再搁在底部 或者叫做马上去抛售 它会有个反弹 反弹之后你的利润还会更多一些再卖掉 这是一个小技巧 好吧 这个就是不去追涨杀跌 不要去追涨杀跌 好吧 所以在这个位置我说的很清楚了 对我来讲 目前标普修正 修正到我认为可以 入场的2700到2900这个范围 我会去找一些个股进行布局了 我会去进行一些布局了 但是像今天短时间 你要告诉我说 那今天明天是涨还是跌 下个星期一是涨还是跌 这么短的时间 我告诉不了你 真的我没法告诉你 因为我们说我们分析是通过市场 给所有的各种信号 基本面的信号 包括技术面的信号 筹码密集的信号 等等综合起来看待的 那么你要让我说 在一天之内两天之内 甚至三五天一星期之内 一定会怎么样 那是算命先生做的事 那是算命才能知道的事 但我不会算命 我也不会补挂 所以我只是根据 我认为在合理的筹码密集区 在合理的基本面的情况下 我认为可以进场 那就是在2700到2900 这个范围去积极的布局做多 所以对我来讲我不恐慌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上周已经清仓了 对吧 我告诉大家 节目里也说过我已经空仓了 所以大跌对我也没影响 那么现在他如果马上反弹 又往上走 我并不太看好 他继续的能够去破前面的新高 因为现在的整体情况发生了改变 所以我认为他还会掉头继续向下 去回到刚才我说的2700到2900 这个合理区间 然后去进行一个震荡 可能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摩擦了 那个时间就是 所以从这点上来讲 我肯定不恐慌 对吧 你稍微说我贪婪吗 我是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我会去选择贪婪 因为现在的股票太贵了 现在的股价都太高了 严重超过估值太多了 所以我并不认为很多太多的股票 是值得去投入的 包括之前跟大家说过的 像航空股这边 对吧 航空股这边你看跌的都很猛 涨的很猛 跌的也很猛 为什么 因为还是基本面这边失控 基本面这边 它没有办法 给大家太多的稳定的东西 所以航空股这边涨的快跌的快 所以同样 当如果再次能够布局的时候 我一样还是有可能不会去选择它们 我还是会去选择那些基本面良好 现金流良好 具有成长潜力的公司 来去回调的位置去做多 而不是随便一个股票 我拿起来就做多 绝对不是这样的 好吧 所以可能跟我的投资思维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和大家来讲的 关于目前市面上整体的这么一个状况 你是应该恐慌还是应该贪婪 好 那今天这个就是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我的节目对你有所帮助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节目 同时打开小铃铛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咱们就明天的盘后 同一时间再见